供业 在佛法叫营业 引导你 到哪一道受损 这个业叫营业 那人的营业是什么呢 无疾 忠贫是什么 在忠苦 是五常 无能 过去生中修得不错 这一生的人生 这一生的人生之后 我们有没有继续去修 我们的五能无常 够不够标准 我们的五界 是什么 够不够标准 自己心里明白了 不用问别人 果然能够有六七十分 这样的水平 来生 决定不读三我道 还是人生 如果修得好 我们的五界十四山 能够到八九十分 你肯定到天道去了 人间没那么大的佛宝 你佛宝太大了 你升天去了 所以 六道舍法界 到哪里去 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与别人不相干的 换一句话说 无意不适 自作自受 决定不能够 怨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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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 有 命运是自己造的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的命运 修善既得 就能够改造命运 明朝 袁辽凡先生 就是最好的朋友 他自己 把自己的命运 整个转变过来 云古禅思 教他的 依照感应篇的原理 到家的太上感应篇 供国歌 就是根据感应篇 编出来的 正干了 哪一天 忏悔 断无修善 急功雷德 整个命运 你寿命都延长 他没求寿命 孔先生给他算命 他寿命 五十三岁 他求公民 求富贵 求儿女 没有一样不满云 没有一样不满云 没求寿命 寿命延长了 二十一年 七十四岁 走的 王后 这四百年 许许多多人 读了这个书 照他方法去做 没有一个不应验的 也就是 用他的方法 来改造命运 统统有成 成效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要相信 要认真去学习